You recei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贝贝TV欧两岁啦 《围城》一部文学名著 钱中书已被学界态度 《围城》内外是否闪烁着作者的影子 山奥里的三女大学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艺术的鞠构 进行收看走遍中国楼底系列之 说不尽的围城 这是很多观众不曾忘记的画面 1997年 根据钱中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改变的电视剧 在中央电视台作出 电视剧的热播也把全国性的《围城》热录推向了高潮 在中国灿若兴河的文学宝库中 《围城》夺具一格 它是学界泰斗 钱中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刘洋回国的方红健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恋情后 离开了上海 前往三女大学教书 那个大学坐落在湖南一个偏僻而又显为人知的小镇上 古朴而又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乡中小镇 小镇上三女大学里艰苦异常而又错综复杂的生活 在吸引人的目光的同时 又引发了更多的思索 这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小说作者的生活体验 有多少是艺术的虚构 主人公方红健到底有没有生活的原型 小说作者第一个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钱中书江苏无锡人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 在牛津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 1938年秋天 钱中书冒着战火回国 被已经并入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品位教授 一年后辞去了西南联大的职务 转往湖南的一个大学教授 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方红健 与钱中书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留洋回来 都是在烽火硝烟中历尽千金万苦 来到湖南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大学教书 由此看来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红健 或多或少有钱中书本人的影子 既然书中主人公 融进了作者本人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 那么书中描写的那座偏僻小镇 那座发生过无数故事的三旅大学 自然变成了我们要探索和关注的热点 2006年6月我们得到这样一个信息 在湖南楼底连园市的一所中学里 有一个探访围城的文化寻根活动 于是我们便急切地赶到了那里 连园市位于湖南省中部的雪峰山区 周围山巒环保景色宜人 连园市政府所在地叫蓝田镇 如今的蓝田镇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 现代化城镇 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蓝田还只是湖南省安华县 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 在连园义中学校的负责人说 围城的文化寻根活动已经开展三次年了 同学们已经初步确定小说围城中的 三旅大学确有原型 然而和同学们一到 我们在这座离长沙二百多公里的 偏远小镇寻觅 既没有找到想象中大学那种高楼深渊 也没有找到一丝的碑文记载 难道连园义中的同学们的探寻结果有误吗 在文史专家的帮助下 我们查阅了连园蓝田的历史 终于寻找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痕迹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 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摆脱 随着大片的火土淋丧 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遭受了毁灭旧的打击 108所高等院校 91所遭破坏 诺大的华北竟然容不下一张可捉 这句当时广泛流传的悲愤之音 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教育界的残传 面对这样的局面 在教育界人士和进步舆论的呼吁下 国民政府决定筹建一所国立师范学院 培养师资人才 院长由廖世成担任 廖世成上海家定人 1912年考入清华 1915年赴美留学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在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 以廖世成为首的国立师范学院的筹备人员 很快就确定下来 但是由于处在战争时期 办学的地点却让这些筹备人员伤透了脑筋 这里是位于湖南长沙的湖南师范大学 它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国立师范学院 在学校的图书馆 我们找到了从事校士研究的孔春辉博士 他告诉我们 廖世成他们跑了许多地方 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办学地点 有一天廖院长在书店里面 偶然遇到了 禅俊中学的校长鲁力干先生 那么禅俊中学呢 当时签在蓝田 那么鲁校长呢 就出于对这个国师落户湖南的殷切期望 就向这个廖院长呢 推荐了蓝田这个地方 那么第二天呢 他又怕蓝田这个地方太偏僻 文化又落后 是不是不合廖院长的心意 又坚持再去拜访廖院长 并且跟他说 说呢 安化有安定文化之意 如果国师办到安化去 那么日后必定安定 另外的蓝田呢 就有清出于蓝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在这种情况下 廖院长就决定去蓝田看一看 廖世成到了蓝田之后 发现这里虽然地处偏僻 但是四周的群山却阻隔着战火 而且风景秀丽 民风古朴 还真是一个半学的好地方 蓝田郊外有一座山叫光明山 那时候山上有个私家宅院 叫李园 园内有房屋两百多间 廖世成等人一眼就相中了李园 如今的光明山 往昔的旧貌全无 只有从这棵历经风雨的参天大树 以及散落的残垣断壁 还依稀可辨当时李园的规模 筹备人员上门之后 深名大义的李园主人们 很快腾出了李园 借给国师办学 经过简单的改造 民宅李园就变成了一所大学的校园 1938年12月1日 国立师范学院举行的开学典礼 烽火岁月中 偏僻的山区小镇 就这样有了一所国立的大学 这所大学从选址到改建到开学 仅仅用了一百二十多天 这样的办学速度在中国教育史上 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同时国立师范学院 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独立兴建的师范学院 从小说围城对三里大学的描述中 可以看到这样的段落 三里大学在平城县乡下一个本地财主家的花园里 面溪背山 有人说围城说的那个花园就是礼园 说的那个山就是光明山 那个溪就是这条静静流淌的蓝溪 如果钱中书没有在这里工作过 就很难有这样相像的描写 显然小说中的三里大学 与我们所寻访到的这一切 存在着某种关联 而小说中描述的三里大学所处的大背景 让这种关联更加清晰 这乡镇绝非战略上必争之地 日本人唯一毫不利息的东西炸弹 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 而国师所处的蓝田 正是这样的地方 它所描写的这些地理的环境 基本上是取之以内 根据寻访到的情况 我们可以初步推断 小说围城中的三里大学 就是蓝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 国立师范学院的翻版 炮火硝烟中辗转千里 历经数十天 应聘赋任奸行备偿 小说中的主人公 与现实中的钱中书 将如何面对善奥里的非常岁月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楼底系列之 说不尽的围城 国立师范学院聘请的专家教授 来自于五湖四海 由于战局混乱 再加上当时蓝田地处偏僻 交通多与不便 来自各地的老师学生 一路上历尽艰辛 据史料记载 前中书本人 1939年10月上旬 与几位国师的同事结伴上路 从上海出发 先是坐轮船到南波 从宁波先坐汽车 后坐黄包车到西口 再从西口 或坐长途汽车或步行 经京华 英潭 南城 宁都 兴国 吉安 少阳等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 才在十二月初到达蓝田 到的时候 前中书先生形容一行人 已经是皮股仅存 心神交瘁了 这样一段颠簸跋涉的道人过程 在前中书的脑海里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以至于在小说《围城》里 作者不惜笔墨 对方宏建一行 《夫人路上的经历》 做了细致的描写 而这些也几乎就是前中书 亲身经历的复制 在前中书来国立师范学院这件事上 首先困惑我们的就是 不论从地位 名望 影响上 还是感情上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中书 都应该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离开西南联大 来到湖南山澳里的国立师范学院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找到了前中书先生 唯一健在的国师弟子 周令本教授 周令本教授说 前中书来国立师范学院 是迫于复命 而非自己的选择 其实他父亲在那里 他是要去找出了父亲 这样来的 这位精神绝术的老人 就是前中书的父亲 前基德 曾在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1938年11月 前老先生在好友 国立师范学院院长 廖世成的盛情邀请下 来到国师 担任国文系系主任 在成立不久的国师 前中书被聘为外文系系主任 父子同时在同一所大学 担任系主任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 恐怕只有前世父子俩人了 有人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次 迫于复命的任职转换 才有了小说《围城》中的 那个三旅大学 以及那些鲜活的教授们 当时的国立师范学院 校园里好一点的改建宿舍 都让给了学生 而教授们则只能在校外 这样的土皮民房里起身 当地人说 有几位老师就住在这栋房子里 里面每个房间都很狭小 前中书就住在楼上 由于年久失修 楼上已经腐烂了 我们无法上去亲身感受 前中书的住处 但是从楼下的房间 依然可以推断楼上的房间 同样狭小 这里除了床之外 大概也就再搁得下一张书桌了 也就是在这样狭小的房间里 在门游灯那摇曳的微光下 前中书开始了围城小说的构思 国师的生活 为前中书的小说创作 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以至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国师老师的影子 周灵本教授说 围城中 那个和方红健最要好的赵新梅 就很像好几个国师老师 如果说小说中赵新梅的原形 还有些模棱两可的话 那么其他人物的原形 还有没有比较确定的呢 三旅大学的教授中 外部特点最鲜明的 要算这位韩先生了 因为他娶了一个外国太太 那么在国师有没有这样的教授呢 连远义中的同学 带我们找到了李源的后人 李中新老人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显然这位韩先生的生活原形 至少在外部特征上已经是很确定的了 原形就是国师一位姓李的教授 长得很羞气 我们那个时候亲切都不得了 67年后 钱中书的弟子接力师生情缘 偏僻小镇上 学者教授如何打发寂寞时光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楼底系列之 说不尽的围城 离别娇气爱女 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蓝田 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傲 在蓝田最初的日子 钱中书的情绪有些低落 生活也免不了几分单调乏味 那么他的这种情绪 会不会带到课堂上呢 钱中书的弟子周令本教授 是这样回忆老师的 那个时候他也很年轻 我们大概是20岁左右啊 他也只能三十来岁 所以长得很羞气 他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 风都很好 拍头很好 他对学生也很好 很亲爱 他讲话很幽默 有时候也很尖酸 只要一上课下课 周围围的都是学生 好像是什么棚 什么中心棚 乐似的 对于讲台上的钱中书 周令本教授的印象更加深刻 时隔60多年 他还清晰地记得老师的一堂课 那堂课讲的 是培根的散门 一颗暴露的心 他说我把这个灯啊 他还做形式 一边讲一边做 把这个灯啊 慢慢的 从那个 他其实一个灯拿进去 拿进去了 他就是因为神经病 所以他做形式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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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把这个灯啊 进去 一照 没办法 他这个阴影 那这个阴影也没给他开了 那我不能杀他 讲的神奇活现 非常吸引人 所以我到现在 这个阴影还这么深 看来 钱中书 不但没有把自己的 低落情绪 带到教学中去 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 这样的一种教学生活 反而为他的小说创作 提供着鲜活灵动的素材 并形成了小说中 方红剑 为了上好课 而费心揣摩的段落 李源后人 李中心老人 那是在国师副校读书 对于老师 他有着不同的记忆 有一次 我打一个哈鞋 他当时没有做形 和他打把口交换以后 打到我的身边 我坐下这里了 他学打哈鞋 不夜观 也不文明 林导人手 折一折 他这句话呀 我上脑子里面 一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 在蓝田国师 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 三女大学的原型们 并没有被寂寞和艰难击倒 一方面 他们致力教书育人 一方面 他们有潜心创作和著书力说 像楚安平先生的 《殷人法人中国人》 这个钱继伯先生的 《孙子张聚逊逸》 像黄子通先生的 《如道两家哲学系统》 等等 这些著作呢 都是在国师时期 在蓝田 这片土地上完成的 这些作品 至今在我国 这个学术领域 都堪称是经典 正是在这样 浓重的智学氛围中 《签中书》撰写了 重要著作 《谈一录》的大版部分 并开始了小说 《围城》的酝酿和构思 在蓝田 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的寻访中 小说《围城》里的场景 在我们脑海里 实意实现 贯彻 导师之 同意的几手 全通过了 全体通过 这个全体通过的导师制 恰恰是国立师范学院 当年施行的管理制度 看来 不仅仅是国立师范学院的 日常生活 给钱中书先生 提供了小说创作的素材 就连学校的管理制度 也成了钱中书小说中 不可不缺的内容 当然 小说中的导师制 也并不是现实中 国师师行的导师制的简单翻版 那么现实中的导师制 又是什么样的呢 那一个导师制呢 跟我们现在的导师制 还有点不一样 主要在生活和为人师表 这个方面 它是全盘的一个管理 同吃啊 同住啊 但是学生吃什么 老师就去吃什么 学生住的有多差 老师也住的很差 现在看来 这样的做法有些极端 也是处在战争时期 一种极为特殊的管理制度 然而 它却培育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 和谐亲密的师生关系 这样一种氛围 在小说围城里也有表现 孙小姐的这句话 给三绿大学 评添了几分和谐温暖的自在 同时 这也是国立师范学院 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李源后人李中西老人 还给我们讲了一件 令他难忘的事情 这种徐先生的父亲 就在我家里 国立师范学院 有一个很兴奋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徐兴华 这个同学的 他最喜欢了 切记博学生 就把自己的语言 去拍跟他 做福音 切记卷小姐 这种美好的家事 钱中书虽然没有在小说中 直接展示给我们 但是从汪楚后夫妇 给方红健 赵新梅做梅的情节中 我们仍然可以亏见到 国师同事师生间 那种人性的关怀 蓝田镇上的国立师范学院 不但住宿条件很差 学校的伙食同样很差 以至于每逢周末 老师们便纷纷到这个小面馆 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或者在街上买几块烤红薯 这就是他们假日里的打牙记 到了寒冷的冬天 他们会围着火炉 谈天说地 来一顿精神会餐 饿了便用 废旧报纸 包几个鸡蛋 用水浸湿 埋在木炭中 烤熟之后 分而失智 这正是当时 蓝田一带 独具风味的小吃 更是他们难得的营养赌出 1941年6月 钱中书离开了蓝田 离开了国立师范学院 有人说 他的离去 是因为离父亲太近 感到压抑 也有人说是因为太想念在上海的妻子女儿 还有人说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 上海沦陷 归途受阻 围城的作者走了 围城的主人公方红健同样也走了 又过了三年 1944年 由于日军逼近 国立师范学院也牵出了蓝田 国师在蓝田的时间 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 然而留给蓝田的却很多很多 岁月留恒 这段历史对于年远蓝田 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因为它赋予了蓝田全新的历史 从那个年代起 它就在改变着蓝田教育落后的状况 也促进着蓝田经济的繁荣 小说围城中 这样描述三旅大学创建后的小镇 离开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 一天繁荣似一天 照相铺 饭店 浴室 戏院 警察局 中小学校 一应俱全 而当时蓝田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由于国师在蓝田兴办 带动了长沙近二十所学校 相继牵到蓝田一带 偏僻的山区小镇 人口陡然膨胀 狭小的街面上 一下子热闹起来 各种店铺一天天的多了起来 后来人们一度把蓝田称作小南京 从这些历经风雨的老街旧巷 高岩阔籍 我们还依稀可见蓝田小镇 当时的热闹和繁荣 离开蓝田 离开国立师范学院三年后 钱中书开始了长篇小说围城的写作 国立师范学院的生活给了他创作的冲动和艺术勇敢 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团权 可以肯定的说 没有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监护生活 就没有回程 一批传说中的宝藏 一段枯朔迷离的历史 传说中的财富是否真的存在 台湾天国的这个赞予的财富 应该是相当的败败 几座残存的建筑 一个意外的发现 能否找到宝藏的蛛丝马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